主要先了解两个重点 一个是批次删除 一个是批次新增 反正不论做任何事情 一定要先把它删掉 然后再来就新增 新增里面在放什么 之前的单次 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里面 特别就是这中间这一段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批次 就是把单次放进来 然后让它去查 所以做完之后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结果 我想这中间应该前面都有讲到过 只是说你可能要对 每一行到底做什么用途 要格外的小心 那不过刚刚同学有问到 就是如果说 这个上面有合并 假设如果有是合并储存 然后Ctrl 去个向右 就不会这么顺 好像会卡住 这个卡住的话 其实不然你就是 不要从这边侦测 不过你要选取 这时候的话 不然的话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我好像在那个程式里面 之前的程式里面有放了另外 我看在我们的问题05里面 也有程式码 我好像有一段是在讲 就是把它简化的方法 选取的方式呢 我们是用Ctrl Shift向右向下 这个复制前 A1 Ctrl Shift向右向下 Copy 那这一行呢 其实你可以用另外一个 有没有 这边有个复制 简化的方法 你可以用Range A1 后面呢用什么 Current Reginal Dance Slate 这个意思就是说 它不是用Ctrl Shift向右向下 而是什么 Current Current的就是目前的 Ritual Ritual就范围 意思是说 反正我这一整个范围 我不管 我就自动怎么样 帮我把它延伸出去 我这个多大范围 全部帮我选起来 有的时候这一招 就可以解决 刚刚同学又遇到的问题了 这个还蛮好用的 Current Reginal Dance Slate 意思是说 反正我游标 放在这个范围里面的 随便一格 我不一定放A1 放任何地方 它会有一个Current Reginal 就是延伸出去 反正上下左右 不管 反正是一个范围 它就是会自动抓到边界 把它选起来 选起来再做复制也可以 或许你可以试试看 用那一行看看 因为 其实当然工作里面 会有很多的变因 只是说你可能 这个是提供给你一个 是一般性的解决方案 如果 如果给是把它两行放出来 试试看 对 可以试试看 OK 好 那刚刚这个部分 再来就是把它分别做查询 新增 把它新增工作表 把东西怎么样 贴上去 再来就是说 这个Current A到I栏选取 然后做什么呢 做那个AutoFit 不过其实这两行还可以简化 其他要我写的话 我不用写这么麻烦 其实怎么样 写这样就好了 有没有 Current A到I栏 把它AutoFit 就OK了 刚刚这样的写法意思就是说 我先选取A到I栏 选取的时候会产生 这个是动词 会产生一个Selection物件 再针对这个Selection物件里面的Current 去做自动调整 其实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录制聚集 就是会有一些多余的东西 那怎么办 你看到你就把它Delete掉就好了 这样可不可以 这样也可以 OK 所以甚至自动调整 以后熟了之后 你该会自动打一个AutoFit 就好了 甚至 甚至我的习惯是Current 直接打什么AutoFit 也可以 Current物件指的是蓝 Current Autofit 这样也可以 只是说 你想说 老师那里面有指定 哪一蓝到哪一蓝 可不可以 也可以 意思就是全部的蓝自动调整 可不可以 也可以 而且跑起来也不会有差别 OK 好 而且反而更好记 自动调整蓝宽 然后取消到下一选 OK 那一样的方法呢 再把它改成 这个地方 因为抓清单里面A蓝 那所以呢 如果区域部分呢 你可以把它Ctrl-C Ctrl-V改成什么 交易标的 但是交易标的部分的话 你可能需要改哪些地方 比如说原来是 查的是A蓝 查的是D蓝 现在把它改成第二蓝 所以贴上之后的话 基本上一样 还是Call批施删除 抓的话呢 可能你就是要抓什么 本来是抓A1 这边把它改成B 然后把B的东西抓到 然后呢 再来就是 这边查是查第二蓝 其他我想都差不多 就可以做出那个所谓的 批施查询交易标的 这个清单 那可能比較會有問題應該是這個 因為單價是區間 所以我一樣變成說X不夠 還需要一個Y 那這個Y前面好像我們也講過 就是如果兩個條件的話 那我要怎麼做呢 其實這個地方先一樣三 然後可能跑的時候 一樣是到清單裡面 抓最下面 因為這個範圍一定是一樣的 所以從這邊抓 跟從這邊抓是一樣 那我會多一個X 一個Y X是抓什麼呢 抓那個C藍的 也就是單價的第一個 就是單價每平的起跟起 分別放在這邊X 一個是放Y 那將來還有哪些地方會不一樣呢 其實就是這個地方 Criteria有沒有 之前我們好像講過 Criteria 1是X 而且前面必須加一個條件給他 大於X 而且 特別注意喔這邊叫end operator 其實這個也是錄製的時候有沒有 將來呢我們在錄製的時候呢 比如說從這個每平單價這邊 有不要放這邊喔 你可以看到這個好像上上禮拜有提到 這邊喔 你可以找到什麼呢 它有個介語啦 你可以用錄製的錄下來就可以了 它一定會有一個operator 有沒有 而且 這個跟這個 錄下來的話其實就是剛剛你看到的東西 把它做修改其實就可以了 改完之後的話它會有兩個條件 Criteria 1 Criteria 2 分別是X 和Y 其他都一樣嘛 所以一樣是把它複製 新增工作表貼上 自動調整欄寬等等的 OK 那就完成 所以基本上 我們最後結果是 按下它 自動把區全部查出來 按下它 自動把那個 我要的那個 就是 交易標的 還有就是每平單價 分別把它查出來 那查完之後當然喔 後續大家離開可以做很多的變化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 按照這個 可以再去修改 另外一樣的方法 或許如果你覺得這資料不夠的話 你可以 再把那個我剛剛講的 就是政府的那個開放資料 自己再全部把它抓下來 如果有時間的話 你可以 將來如果你想買房子的話 不過現在我想現在年輕人要買房子 光看到那個價錢 台北市的交易金額 不要說年輕人 像我們現在 我們這個年紀看到也是覺得 買了一下去 等於就被烏弩了 對不對 你看每個月要繳多少錢 我全部賺了 薪水都 拿來買房子就好了 我其他都不用了 所以有的時候其實 這個當然你可以 如果這邊要 衡量 OK好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們最後做出類似這樣的 那後面的話當然 我們會延伸 因為 今天主要是 再利用台北市實價登錄這個範例 稍微做個複習 另外延伸到那個批次 就是 這個批次查詢部分 所以我們後面還會再利用 上 上禮拜的那個範例 不過我這邊好像資料我看是比較少一點點 又把它砍掉一些些 因為可能會跑得比較慢 一樣利用剛剛的方式 做什麼呢 做 批次新增 這個地方的話 一樣是 把那個 之前的問題 05 其實其實就是問題06 其實反正就是一樣的範例 做什麼 批次新增 裡面的話我需要一樣 在這邊什麼 建幾個什麼 所謂的 清單 一樣在這邊插入個清單 業務 有沒有 這邊不是都有剛剛我們要的東西 但是這邊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說 我們 批次篩選業務這應該沒問題 產業別這邊應該沒問題 產品這應該沒問題 不過客戶名稱 客戶名稱有多少 Ctrl向下 156 客戶非常多 所以這個就比較麻煩一點 篩選客戶 所以我在底下多一個什麼 那個Status Bar 讓它顯示 Status Bar感覺好像還不夠 所以後面我就把它改成什麼 啟用表單 請問你要查什麼 業務 按個確定 下面會多一個這個 有沒有 主要其實用客戶名稱會比較明顯 按下它 有沒有 這個跑起來感覺會 比較 比較有那個 就是像 UX 我剛剛講的 你不論是給他一個 UI就好 因為UI很簡單 你隨便給他一個東西 只說使用者會覺得說到底你現在跑到哪裡 你沒有給我個訊息 然後 所以UX最好的 除了這個 上面還有百分之多少 百分比 只是因為我沒有做那麼細 可不可以 你在Label 這個Label裡面有個屬性叫Caption 你去更新那個Caption屬性 它上面的訊息也會更新 所以這個後面也許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就是請各位先把那個 剛剛的 這個東西 先把它做 然後後面還有更新資料 可能從雲端上更新吧 也許從資料 反正很多種更新方式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盡可能的找一些其他的範例 反正就是 主要還是把之前的單次查詢 延伸出去 所以今天又多學了幾個 就是 P字刪除 P字新增 再把單次查詢 配合剛剛的P字新增 再變成P字查詢 可以大量的幫你去查詢資料 後續當然你如果有這些資料的話 你可以在 反正 在這裡面做一些變化 等於你有多一些工具 讓你將來在分析資料上面 更加的 快速 更加的得心應手 OK 試試看 喔 好